功德,那请你帮我把它放在序折额里面 这部分该怎么做的 如果是一个对话模式 对话模式有几种方式 最简单就是Input Box 有没有,之前有用过吗 跳出来,你就输入上去 或者是说,其实如果你要做的更专业一点 一般用表单的方式 表单,我想我们还没讲 其实在这个地方,不然根本有印象 按右键插入这边有个所谓的制定表单 那这个表单是一样 因为Input Box它只有一格 你不能第二格,不能第三格 就只有一个条件而已 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有多条件 或者说我希望类似像销货单 销货单,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表单 那个表单看起来 实际上就跟用视窗 视窗的开发,就是像Vividonets 那样的开发环境种开发出来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看起来很像这个视窗,会跳出来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后面再做这个补充 其实这个表单还蛮好用的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程式部分 基本上我们用上面这一段程式来做修改 比如说第一个,我要使用者输入一个什么呢? 输入一个关键字 那我这边的话就用一个变数S来接好了 后面的话就是说,请他输入一些东西 所以这边可以叫做Input Box 我想前面有用到,Input Box刮符 那里面的话告诉大家说,请比如说,请输入 关键字 OK 好 后面刮符 好,请他输入一个关键字 就类似这样这样子 对 然后跳出来一个Input Box之后的话 就输入之后会把这个变数值 比如说他输入中校东 那我现在中校东路 输入中校东路的人全部都把它列出来 并且不然我copy到哪里 copy到 好